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百四十集 游霸玉院已将近正午 群臣谢恩辞家 二圣与太子 英王 相王演于芙蓉亭 帝王之家礼法三严 皇子即便在小时候 也不常与二圣同处进餐 何况现在都大了 各立府邸 各纳非切 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机会 着实不多 芙蓉亭 位于上阳宫的正南 因亭前有一座芙蓉池而得名 池塘之水引自洛河 碧绿清凉 透彻一人 虽说呀 这个季节荷花还没绽放 但是已经可见几处粉嫩的河间 浅于幽幽的绿叶之上 着实可爱 时而几尾鱼儿穿梭连经 搅得水面波光淋淋 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池塘盼 草木聪裕 怀柳相应 牡丹 海棠 勺咬 莲鞘 各色春花皆已盛开 绚丽多彩 摇曳多姿 何须熏风拂过 阵阵花香 沉人心疲 不过 景色虽美 亭内气氛 却稍显沉闷 李治似乎还在回想 官风殿发生的事 只顾低头守着前边的那叠豆 一粒一粒地慢慢咀嚼着 李伦自小就沉默少言 声声甜胆 又在宫中住的年月最长 食不言 寝不语的 甚是规矩 而素来爱玩 爱热闹的李哲 今天也很沉默 微醋眉头 望着池塘 一个劲地往肚子里边灌酒 唯独妹娘面带微笑 时而帮李治布菜 时而和儿子们说两句话 当然 从始至终 他主动攀谈的 只有三个儿子之中的两个 太子李贤非常的难受 他的席位在母后和四弟之间 但是母后却隔过他与李伦说话 根本不堪的一言 光是这样也就罢了 李哲就坐在他的对面 甚是尴尬 只因父皇顺从母后之意 将驸马赵规外认为寿州辞事 并勒令长安公主随夫夫人 将这对夫妇遣出京城 妻儿母后又自告奋勇管教儿媳 把英王妃赵氏 赵入宫中 幽禁于内市省一个小院里 任由他哭闹 就是不许婢女进去伺候 只给生的实料 说是要他自己劳动 消磨焦纵之气 赵氏生于公主之家 自幼使唤奴婢 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哪会自己干呢 关了几天 宦官觉得宫里边没动静 进去一看 竟然活活饿死了 事情虽然是母亲干的 但是他打着维护东宫 避免嫌隙的旗号 所以这口黑锅也得他李贤来背 他几度举杯想跟三弟说话 可是李哲牛脸朝庭外看 根本就不理他 看来误会颇深 他又想 干脆大点声把这件事给说破 但是呢 父皇阴沉着脸在一旁坐着 最近以动辄得救 谁知道哪句话不对 又把他老人家惹火呀 李贤满头是汗 如坐针毡 吃这顿饭 简直就是受罪 伦儿啊 新婚燕儿 感觉如何呀 媚娘以开玩笑的口吻问道 李伦本就腼腆 闻听此言连脖子都红了 第一声说道还好 算来呀 我那儿媳已五个月身孕了 无恙否 李伦放下筷子 坐直身子 然后规规矩矩地说道 蒙母后惦念 一切善好 只是她最近稍绝腰痛 不敢劳法 若不然 今日定来侍奉您 也多亏她没带刘氏来 李贤也不便带太子妃 若不然她俩都带 李哲却是无人可带的官夫 这岂不是更尴尬呢 媚娘显得非常开通 园子里有风 不带她来是对的 如今要紧的呀 是保重身子 早日给我们添个孙儿 哦对了 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 现在太早 谁知是儿是女 没想过吗 你可求要瞒我啊 媚娘越发取笑 说着还拍了一下理智的肩膀 其实啊 咱们轮儿是最有主意的 只是嘴上不说 不言不语 就把事办了 对吧 李伦自知母亲是说 刘氏怀孕的事 顿时扫的脸呢 跟大红布似的 但是理智却嚼着痘 说道 嗯 朕看 这心情挺好 内疚稳重 凡是冒肩抢头 还成什么样子啊 李贤听完此语 抿了抿嘴唇 父皇是在说我吗 李伦满脸飞红 其实 儿臣还真偷偷想过 若是男儿 取名成器如何 哪两个字啊 李伦神色转而正重 一经有云 力成器已为天下力 莫大呼圣人 便是此成器二字 这名字好大气 要做圣人哪 李伦连忙解释 只是觉得 这两个字顺口 不用也罢 说着 他瞧了李贤一眼 颇有畏惧之色 不仅孔仲尼是圣人 皇帝也被臣下 恭为圣人 如今东宫有主 他的儿子 怎么可能是圣人呢 李伦心细如法 唯恐哥哥多想 可是 李贤见弟弟 现在这么怕自己 更绝不是滋味 哪知 李贤却说道 嗯 挺好 就用他吧 接着 他又援引 李仪的话 欲不拙 不撑气 人不学 不知义 记得以后 要好好教育 莫一乐 莫一乐 良善 天性 李贤不禁错愕 他都快被父母 整出毛病来了 每听到一句话 就往自己身上联系 无须陛下 主妇 伦儿忠孝 人厚 客气宽人 以身作则 还能教育不好孩子呀 明先生也说过 咱们伦儿啊 是极贵之相 美娘说道 李贤听闻此言 便似吃了苍蝇一般的烟雾 他早就听说 名重眼 常在父皇耳边说鬼话 离间父子之情 母后还当面把这些话翻出来 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 而此刻 名重眼就在亭脚下伺候着 听到这话 赶紧朝亭上 骑手还礼 竟还一脸得意之态 李贤越看这道事 心里边就越有气 这边怨气未平 美娘却已悄然转换话题了 哲儿啊 别光喝酒 留神醉倒 醉好了 一醉解千愁吗 李贤兴兴地说道 哎 李贤长叹一声 若在平时李贤 敢这么没大没小的 他早就出言教训了 可是如今 把儿媳妇给饿死了 实在是余心有愧 妹娘这办的叫什么事啊 然而呢 妹娘却毫无愧色 又何可愁啊 你过来 李贤固然怨他害死妻子 但是毕竟是他自己的母亲 有什么法子呢 只好耐着性子 走到母亲的室岸边 妹娘拉他坐在身边 和风细雨地说道 你啊 别愁眉苦脸的 姓赵子有什么稀罕呀 内无贤淑 外训礼数 整天一副娇横的样子 娘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啊 内外洒嫂 真知女工 样样做得来 他连烧柴做饭都不会 怎指望他能好好服侍你啊 活该饿死 你好歹是二十多岁的男儿 又是凤子龙孙 岂能为一个贱人伤情啊 放心吧 来日啊 娘定给你选一个妃子 一定要挑一个倾国倾城 贤淑之礼 胜得赵氏十倍 不错 李志也帮忙搭枪 名门之女友的事 改日 朕照问陈下 说着他端起酒杯 来 饮这一杯 从此赵氏之事 休要再提 父皇母后都这么说了 李哲还能如何呀 也拿起酒杯 谢父皇 然后他仰脖子 一口给喝干了 李志那杯刚往嘴边送 鸣虫眼快步登庭 劝他保重龙体 又放下了 这就对了 妹娘夹了一块肉 硬填进李哲嘴里 莫忘了呀 你乃堂堂皇子 当以社稷为重 一个妃子算什么呀 你呀 要多替兄长着想 李贤听完这话 便如刀子扎心一般 母亲分明又把 赵氏之死的责任 往他身上推 还嫌兄弟之间的误会 不够深吗 他实在忍不下去了 母后 孩儿并未觉得 安长公主 话未说完 李志高声打断 朕语说了 此事不要再提 你没听到吗 是 是 李贤只能把苦水 往肚子里边淹 你最近 读书感觉如何 二十五岁的人 被人硬逼着 读孝子传 能是何种感觉呀 李贤却只能忍 口不硬心地打道 祸一粮多 嗯 正在松山 访到一位道家隐士 名唤甜油盐 此人品行高洁 学士渊博 有商山四号之德 朕一决意 赵他竹山 任崇文馆学士 你要多向他求教 领悟清静之道 是 李贤心里奇迹 正是建功立业的年纪 祖父在我这个岁数 已经危陈虎牢关了 您却整天让我学什么 清静无为 还嫌我不够憋屈吗 明崇眼妻在李质身侧 又低声说道 陛下 昨夜臣仰观天象 见 萤火妖星闪耀 雨林星分野 此非几兆 当方 尽中生患 李贤 见他右骨惑父皇 气得愤满胸膛 真恨不得 把这个妖道给宰了 另一旁的妹娘 不知道说了什么趣事 李贤 转忧为喜 开怀大笑 李旭伦 也忍俊不禁 上阳宫慎美 管我和你们父皇住啊 也怪无趣的 干脆啊 你们来也搬进来吧 李贤望着这一幕 又悲又分 手里边的玉杯捏得咯咯直响 这一家人其乐融融 仿佛指我是个外人 大家都忌我 怨我 不理我 这太子 怎么就这么难当啊 母亲处处与我作对 父亲就因我出风头 就不高兴 如今我都闭门自首了 还要不停地敲打警告 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再这样下去 可真要把我给逼疯了呀 妹娘俯着李哲的背说笑 表面上不理李贤 其实一直用余光闪视着李贤 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 刚则一折 永则一错 李贤资质虽高 性情却容易冲动 而她就是要不断地打压李贤 刺激李贤 折磨李贤 逼她冲动犯错 一人把柄 现在她明显感觉到李贤 已压抑激愤 到了极点 露出致命弱点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洛阳的东宫与长安有所不同 坐落于皇城以礼 占地也比长安东宫小许多 虽说朝廷官署随驾迁徙 但是受地方所见 还是有不少东宫下属没能跟来 即便有幸跟来的人 如今也都是无精大财 原来的东宫 宾客迎门 群衔避致 但是现在却是门可罗雀 而且自上阳宫落成 二圣就移驾到那边了 召见臣下都在官封殿 唯有说望大潮时才回来 皇城就冷清多了 虽说三省官署还在这边 可是群臣呢 谁都不往东边踏一步 就好像不吉利似的 天气越来越热 刘那岩 阁西园 围成庆等东宫树辽 围坐大槐树下 一边对弈 一边乘凉 如今太子都无事可做 他们还能有什么差事呢 借于情势又不敢随便跟朝臣交往 只好下棋打发时光了 隔西园生得体胖 虽然在树印之下仍然是四鬓流寒 连书两把他把气一推 不下了 天也糟 人也烦 运气也不佳 诶 书啊 是因为算计的不够 不是运气使安啊 刘那岩抓起棋子 放入河中 笑道 怎么了 输两盘棋 就把你急成这样了 隔西园擦着汗说道 我也不知 你是心宽 还是根本就没心没肺 太子都沦落到这一步点底了 你还整日说说笑笑的 诶 太子呢 维承庆愁眉苦脸的说道 有毒四闷在店里 不准人打搅 这打热天的 别再憋出毛病来啊 维承庆官居太子司一郎 他的父亲 便是当年弹河 储岁梁 贱买宅地 被贬官的监察御使 维思谦 自从无忌一挡倒台 维思谦试图顺利步步高升 如今已继薛元超之后 担任尚书幼城 刘纳言声性挥泻 并不把挫折看得很重 见他们一个个都跟双打了似的 开言道 诶 无需忧愁 义经约 匹吉太来 太子不管是也是好事 没了把柄 谁能挑出错来啊 那位嵩山来的田先生忙什么的 请过来聊一聊嘛 程玄一没好气的说道 他有什么可聊的 自打击了东宫 任何事都不理 整天就是打坐 跟他说话都懒得硬 这就对了 天皇派田尤炎到此 就是告诫太子 要心平静气 无语无求 毕竟太子还年轻嘛 以后建功立业的机会 还多着呢 现在只要老老实实地 当一个孝顺儿子 东宫之位 有何可有啊 忍过这一时 便是海阔天空啊 众人觉得刘乐言这话有道理 但是真做到又很难 究竟忍到什么时候呢 忍到天皇龙玉上宾吗 再说了 太子个性好强 可不算你刘某人这么想得开啊 刘乐言勿自侃侃而谈 却见一门外走来一人 不禁大喜 哟 希克呀 你怎么来了 入京拜叶太子的吗 来者名叫李四珍 四十多岁 赵州人士 官职不过一小小县令 名气却很大 只因他学识渊博 才艺众多 书法绘画 音律师父 一步行下 无疑不通 当初 李治祭祀孔庙的祭文不够规范 都是他帮着改的 所以啊 朝中之士都对他非常的恭维 东宫的人也愿意和他结交 李四珍笑着说道 我入京乃为公干 今日也并非拜叶东宫 只是听说你们崇文馆藏了几本难得的秦谱 想借来抄一抄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客人 却是借书的 众人更觉败心 但是也不便怠慢 维承庆当即起身 要领他去找秦谱 恰在此刻忽闻一阵犀利的秦音 从内院之中传来 李四珍历时定住脚步 手撵胡须 侧耳惊听 嗯 是谁在弹琴呢 维承庆说一定是太子 他经常关进门来独自弹琴 哦 是何曲目呢 维承庆蒙住了 仔细听了一会儿 再说道 此乃太子自己编的宝庆约 他摇琴独奏思绪 比平时放缓了些呀 李四珍朝众人做了一个一 日后有幸才会 说吧 他转身便走 哎 书不见了吗 李四珍头也不愧地说道 此举甚凶 功不赵商 君臣乖也 绝与挥立 父子一夜 死生多切哀 雀言宝庆 何其谬也 只恐 东宫将有大祸 是是非之地 不敢留啊 众人听闻此言 皆敢忐忑 连刘那言 也笑不出来了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 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